这里是撞围乡宜兰河的出海口新兴抽水站前的自行车道 由于欠缺直接横跨宜兰河的自行车桥梁 串联起宜兰河口两岸的自行车道 连接东港村以及新南村 民众以及自行车组通行 必须要绕道到猫里乌汉桥 再绕道沙石车专用道才能通行 对当地的民众出入安全造成影响 地方多年来不断的争取新建 串联起两岸的自行车道桥梁 为此立委陈晚会邀请了相关单位来陈晚会刊 寻求解决之道 108年再说过一次 但是都没有真的成行 那我们这一次再来看看有没有办法 让他有机会可以成行 因为也是考量到我们这两个村 其实老年人口也蛮多的 那要经过这个沙石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道路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这条变调把它做起来这样 这条横跨宜兰河的自行车道桥梁 县府早有相关的规划 桥面宽为3米 桥梁全长为130公尺 原本概括经费需要1亿 但近年来物价上涨 恐需要调高到2亿 地方以及县政府都期望中央 能给予经费的补助 早就完成宜兰河两岸的自行车道衔接 两端不能连接 所以说有很多这个自行车爱好者 他们骑脚踏车到这边就断掉 这些民众也一再期待说 因为这根座的问题 希望这条横能够早日 能够来建置完成 河川跨越的最短距离 跟不影响水冷保护器 所以说这些用在这里 希望可以来做一个 最起码要到有6米的桥梁宽度 现在自行车道的连接 这个动线应该要赶快来匹签完成 不过真的这边的自行车道 这个地方透过猫的一万桥 好像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我做点看一屋 然后一些地方 旁边有一些地方 然后有一些观赏水 他来这些 立委成王会也认为 这条自行车道桥梁的建置 有其必要性 但经费要从哪里来 是体育署还是交通部 还是其他单位 仍需要持续的努力争取解决 宜蘭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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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地標